江江, 周先生? 是呀, 開心 早前聽見你說攪私房菜 找到店舖了沒有? 你知道香港地做生意的店舖很重要 我看過不少了, 剛好今天 看到有個尖沙咀, 挺不錯的 樓上的店舖, 地方又光亮, 又落地玻璃 旺中大靜也挺合心思 但是我覺得攪私房菜 如果店舖又落地玻璃反而不太好 人們走過, 每個人都看見了 失去私房菜是真正意義的 沒了那種尋休探秘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送菜嶺 我相信客人也會介意這些 就是這件事 做私房菜最重要是送菜嶺, 有特色 如果地方偏僻一點, 遠一點也不要緊 不一定要搞旺區 而且旺區的店舖很貴 又不是, 價錢挺合理的 可能是樓上的店舖 跟街店舖也是差一點 經紀還跟我說, 價錢還有點相異 那些經紀想做一堆生意當然是這麼說的 你不要急著 一定要慢慢選擇, 選清楚才做得下決定 我大大話說選了十幾間 我資金又不是這麼多 最重要是價錢合理而已 這間店的價錢算是最貼近我的價錢 我心裡突然有篇稿要寫, 我先拿回去 陳先生, 喜小姐 想說你尖沙桌的店舖上來嗎? 什麼? 你真的這樣, 我們商量過了 覺得這店舖多好 你跟業主說, 要減二千 他說不行, 還要反加價 我不喜歡你也不說 你現在不想浪假 加價, 你說加多少? 五千?你不會死, 人家真差勁 燈都閉上了, 我不想你說就這樣 糟了, 現在還沒閉上 爸爸今晚還要開辦公室 開心, 沒事吧? 不知道, 突然拍攝聲音沒有光 會不會有消息的? 這樣,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進去幫你看看 好, 謝謝 我想進去廚房看看總掣 你有沒有電筒? 有, 在房間我拿給你 小心, 有沒有遇到? 沒事… 小心 邊走邊走, 天上天陽 聆聽自己… 又是躲起來偷吃? 我馬上說了, 見一次就劈一次 你真是 我現在快要劈你 總是我請老婆吃的, 你嘗嘗搶 給又怎樣?害死你沒命賠 你餓死人, 多命都不夠賠 真是 老婆喜歡吃我, 天天都會請她吃 是呀…我喜歡… 她有糖尿病, 不能吃甜食 醫生已經開了藥給我吃了 靜猛婆 說就說有豆沙種, 有多少豆沙 一點點不怕 我怕你才怕米桂 上次她吃一粒梨龍湯丸 就睡了三天醫院 沒那麼疑惠 有什麼事? 蝦婆 阿婆她怎麼樣? 蝦婆她以後… 如果再不聽話, 不會再喊了 那就好了 醫生有沒有說她多快要出院? 蝦婆她走了 走了?我還沒見過有人出來 蝦婆拿了鹹蠟蛋 蝦婆婆她這麼怡氣死了? 我打算, 蝦婆可憐買東西給她吃 怎麼知道她會死的? 你罵我吧 你說我豬是八卦, 知道我會是 你說我笨我豬, 你說我白癡 雖然你全部都是, 也不用罵得這麼盡 醫生, 我還給人打針 帶你上房間留意 你玩我? 是呀, 我是玩, 是呀, 不准 誰是害女蝦婆入院的? 誰害我忘了一個人入院登記費 這次小情大戒, 以後還敢不敢? 雖然你們自以為是搶我的蝦豬 白癡了 是嗎? 我不是, 我不是有心不聽你的電話 舊電池遮好了 什麼?姬仔不收貨? 姬仔? 我特地在上面找人帶下來很興奮 你得到一個月替你插電吧 娃姐, 現在我罰你, 契婆我交給你 一口水遲些替你算吧, 聰明點 不是讓我跟著你賣卡嗎? 不是, 這筆手要很長時間計算 小哥 怎麼樣?姬仔? 姬仔怎麼不妥? 這位是文叔, 他住在樓上的 他下來幫忙 給我看看哪裡要撿樓告訴你 水哥是嗎? 是呀 我去看看, 不能合貫的, 怎麼辦? 是這樣的吧? 行了, 沒問題 還有, 我剛才看過了 肯體兩結色, 又有慘手 是呀, 軟體多好 是呀, 真的慘手 是呀, 叔叔, 手作是差不多 又不是機器啤出來 燒燒瑕疵一定有, 這些叫人氣 做句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腳實正 我的帽子找人在上面搬下來 是蝦的, 不能以為是進食 大公司是, 給你這種借渣板 說了說了, 但是不受力 媽媽, 開大廚遲了 文叔, 你也在這裡? 是呀, 我叫文叔下來 幫我看看哪裡要撿樓告訴水哥 有文叔在這裡, 總之我不用這麼說 對了, 文叔, 開心在樓上嗎? 我拿了一些設計書給他 看看能不能幫他 裝修店舖, 給他一點點客人 我剛才看到他走上天台 天台? 是呀 那我拿上去給他 好… 放下袋子, 這麼重 謝謝, 文叔 我先去, 文叔 好… 好聲音, 你這麼急? 你這麼本事?你女兒做老闆行嗎? 不…現在不算是 他打算開一間咖啡店 租了店舖 咖啡店好, 賺錢 外面茶餐廳一杯沙棗 十多元一杯 那些咖啡是二十多三十元一杯 只是咖啡一杯 賣幾十元, 有人光顧嗎? 就是了 人們喜歡喝咖啡, 為什麼? 喜歡那些氣氛 所以門面的東西一定不能缺少 裝修絕對不能隨便 對…我女兒開心說 裝修很丟本, 又很傷腦筋 來吧, 文叔, 過來坐下聽我說 裝修這家事最重要是找熟人做 為什麼?有膠帶嘛 用其他人做就不行 做到差不多就接其他東西了 你催他嗎?隨便交貨給你 我做裝修也是這樣 阿水, 你也挺坦白的 我做人沒什麼事, 坦白說 阿水哥, 你別拿著文叔聊天 你幫我收拾櫃, 你知道嗎? 你的紙都沒有垃圾 行了…沒問題, 朱太太 我幫你弄好它, 最怕你滿意 我做裝修很有膠帶 朱太太, 這些木板你不要了吧 不要了 那行了, 我幫你扔掉它 他不在垃圾廢 不要… 不要擔心, 拿來搭一個箱子 在天台上擺盤栽 搭箱子我的在行 交給我, 我幫你搭 水哥, 這麼划算 我夫人就是這樣, 沒什麼所謂 那我先幫你搬東西上天台 那我幫你, 是… 我開門 你看, 這些東西可以嗎? 其實你不用特地拿上來 明天拿回公司給我看你一樣 不要緊, 反應我也要回來 看看裝修 你怎麼搞的?沒所謂 開心,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辭職 你知道現在的咖啡店開成行成市 我怕沒得做, 你先想想 只要舖位選得對 咖啡是漂亮的, 自然有客戶 一來死你這樣 港鐵稿上來, 要喝一杯三杯 做你這些人的生意就夠做了, 是不是 也不是 糟糕, 你先放藥在這裡 謝謝… 文叔, 總之我搞定豬太姐 就幫你搭箱子, 上一層油 起碼不要纏手 總之搞得英俊 你真是好人事 現在那些年輕人 很像你這麼能想的 這個一定有多小事就行了 我女兒想裝修這間店 想怎樣裝修呢? 是, 水哥是幫我家裝修的 是呀, 聽到我女兒開心 是 她叫我開水, 還是這樣 咖啡杯這件事 大大小小, 我做了很多間店 你想怎樣即將跟我說 我多給你一些意見 先生, 原來你是做歌的? 是呀 開心, 你真的要聽聽, 她很好人 是呀, 裝修最重要是找熟人 水哥是我媽媽的麻雀介紹的 我不裝修的東西, Martin也會人 他可以做的 不是呀, 裝修了幾十萬 當然找幾個不跟師傅鎖鎖鎖鎖 那挺適合聽 聽到的意見也好, 女兒 好…找人… 找人不如明天吧 早點看的話, 起碼知道價錢 我愛的就是比較積極的 明天幾點